台中第二選區的補選 這些事情到現在 會發現說這些主角 好像能見度越來越度 越來越低 就林靜怡 好像大家覺得說到底是誰 在跟嚴寬恆選這件事情 可是沒想到這些配角真的是 還真是厲害 陳柏惟第二號配角 第一號配角當然是我們的蔻姐 陳柏惟他告訴大家 PO他在臉書 他說有一個影片造假 這個影片叫做 陳柏惟面臨政治生涯的危機 被迫傷眼 辛酸的畫面流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畫面 到底有多辛酸 有人暗示說 這影片裡面主角是陳柏惟 他的半成是在房間裡面 他用這個毛巾把它裹著 然後這個人就翹了一隻腳 然後丟東西 感覺好像是飛天仙女在撒東西 感覺很搞笑 但我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臉 跟聲求陳柏惟真的差滿多 你說如果長得像嚴寬恆 我還覺得比較有點像 因為臉就 大家幾乎都是胖嘟嘟的 那這個影片應該 看起來也不太像是台灣人 總之就是一個搞笑的影片 用這個這樣子標題 陳柏惟說 怎麼連這個都有人在抹黑我 變成是一個假訊息 太離譜了 但是妙的地方就在這邊 你說陳柏惟本人不搞笑嗎 來看一下有一個 2016年尾牙的表演 你來看看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看這個影片 難道搞笑就是一種假訊息嗎 來看看地方 應該看 應該很容易分辨誰是陳柏惟吧 那個施剛你覺得畫面上 裡面哪一個是陳柏惟 理論上是那個白西裝那個是 對... 那時候的陳柏惟 可能比較福態一點 對 可能競選期間比較辛苦 2016年 所以你說到年紀人 跳得不錯 對 可是他是跳舞大賽冠軍 其實我覺得搞不好 當時他走到那條路 會變成一個很成功的藝人 演藝圈也許不錯 所以你說前面有個網友 把這些搞笑的人誤認成他 其實我覺得可能人家 就是覺得說你平常的形象 就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包括周一寇的事情 現在顏寬恒已經絕對不忍了 要對我們的周一寇 要提出告訴 就是他也說到律師函了 他告的理由是說 因為他一直這個紙災 這個昨天一直有網友在講說 沒有紙災這個詞 中文就有 就紙災這個紙災 紙災跟影社本人跟父親 聯手坑紗銀行等 不實的言論 所以就是周一寇的爆料相關等 就要把他提告了 周一寇說好 我們就到 我們這個他已經收到了 他說難道是一種恐嚇嗎 那顏寬恒也講說 好 只要有相關的 這不實的東西 我們就到法院 去好好的講清楚 然後這件事當然也會去問一下 真正的主角 這個林靜儀 大家可能講到這邊都忘了 林靜儀是真正的主角 林靜儀百般無奈 他說媒體人要這樣 其實也是很正常 聽得出來 他真的有點受不了了 來聽一下 顏寬恒跟林靜儀的反應 那是他的權利啦 但是有一些說清楚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還是會希望他能夠說清楚啦 謝謝 好 謝謝 媒體人這邊的一些評論 或媒體對我們這邊台中 第二選區的關注 當然我還是覺得很 也既然現在全台中就是 全台灣只有我們這邊在選舉 媒體特別關注這個地方 過去地方的一些特殊的狀況 我覺得也是很常見 也可以很理解的一個狀態 可以看得出來 林靜儀的無奈 我們也可以感覺得出來 就是可以體會他 但是現在確實就像他講 媒體人跟媒體 真的毛起來爆料 尤其是綠媒現在 抱得真的如火如土 山莉就有一個 告訴大家 嚴家買房子很特別 包括他們在西屯區 買了包括這個所謂的招待所 跟住的地方 很奇怪 剛好三個地方 可以連成一個三角形 然後到了 神秘金三角 神秘金三角 到南屯也是 有個招待所跟兩個棟房子 加起來又是一個三角形 其實我也有一個獨家 全台灣各縣市 當地的縣市政府跟議會 加起來剛好一條線 大獨家 所以同一個邏輯 那現在還有包括 所謂陳柏惟的團隊的主任 我連這個配角的配角 都出來告訴我 有這個支持者 林靜儀的支持者 原本主動 自己主動說 他的地方要借給我們做看板 可是後來又傳訊息說 你可能要暫停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 可能有壓力 不方便 那如果有壓力 一開始就不要借了 主動借 然後又說有壓力 那到底是什麼壓力 顏寬盒這麼厲害 就是林靜儀的支持者 要借看板 顏寬盒馬上就會掌握 這個事情看了真的是很逗趣 司剛 這兩個部分 第一個 蔻姐的一些不斷的出擊 不知道連他的發言人 都被開地圖炮 我覺得今天如果去街上問 很多人是問說 顏寬盒的軍演對手是誰 很多人會回答周遇寇吧 所以每天都看他們兩個 你來我我 然後兩個人照片 在同一個框裡面 然後林靜儀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政治評論員 就說他有他講話的權利 那我也尊重他 而且你看尷尬的是記者 現在每天都沒什麼好問他 直接問他說 你對周遇寇的事情怎麼樣 他也滿無奈的 然後乾脆最後說 他也有自己參選的權利好了 所以我覺得林靜儀 你看他每次的回答 我覺得基本上已經滿空洞化了 他現在除了沒辦法 對地方上的議題 一語重地 然後說哪裡缺什麼建設 我是未來的兩三年 我要做什麼 也講不上來 每天就回應周遇寇的一些指控 那大家覺得說 那你是周遇寇 變成你是周遇寇的發言人嗎 周遇寇做出了很多的 一些政治動作指控之後 你要去評論說 這個指控 我很比喻尊重 他有他的權利 那請問你這個候選人 沒辦法在短期內表現出 你能為地方做什麼 第二個 我覺得他們在地方 營造一個氣氛 就是人家很大 好大好可怕 我的朋友也不敢借我看板 然後攤販也不敢跟我握手 然後大家都支持我 我都可以想一想 就是說我支持你喔 那有這種事情 人家不見你看板 有一百個理由 搞不好是他們家管委會 那種大樓管委會不同意 有的不願意家裡面釘釘子 會把牆壁會漏水 我們都會碰過這種情況 那如果真的 真的是你的知識者 其實有多大方逛個陽台 綁個線也OK 我現在都很擔心 就是他所有事情 都怪到岩家 為什麼他哪一天 跑星辰跌倒 他還說你看這是岩家害的 岩家擺著石頭害我跌倒 你看之前 你看岩桓可能也選過這麼多次 之前也有對手在那邊 也長期經營 為什麼他的對手 那時候那個陳立委 陳議員 他也可以有人幫他掛看板 有受到壓力嗎 有感覺說 一個社會氛圍說 你不能借這個 民進黨的競選對手嗎 好像也沒有吧 所以我覺得林靜寅 就是好好選舉 把你這有幸的時間裡面 大概只剩兩個多月的時間 把你的優勢提出來 為什麼人家要支持你 不要每天都打繞 在知知覺覺 然後覺得說你被恐嚇 你在一個黑色恐怖裡面 在選舉 我覺得這種牌 就打了就不要再做了 感覺很無趣 第二個 我覺得3Q現在也隱隱然 越為一個難配角 主要難配角 因為現在很多公投說明會 3Q都去 而且大家就覺得替他報區 然後3Q說 請大家為我報仇 然後選票上給林靜寅一個公道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周玉寇3Q哥搶戲 大家忘記了 林靜寅到底在幹嘛 現在還有一個配角的配角 比如我們教堂哥哥 他說 顏寬 因為顏寬的團隊做了一個梗圖 問他針對這個便利超商店員被刺殺的事情 說蔡阿姨 你的社會安全網在哪裡 結果這個教堂哥哥說 你好意思叫人家阿姨 你自己都當阿公了 可是我查了一下顏寬44歲 蔡阿姨是65歲 如果查了21歲叫阿姨 好像也不為過 所以你現在要把功課做清楚 然後另外一個是 現在顏寬也開始反擊說爸爸如果有以前有犯案的紀錄的話 那現在政壇上裡面有多少市長跟現任的市議員 也有同樣的問題 結果一講大家不是打到陳其邁嗎 他爸爸就是個貪污犯 但是這個問題我們林靜寅說 你不要跟著朱立倫的說法 其實有點答非所問 是 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大家可能看了會更無奈跟生氣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外交處境的關係 所以我們常常在花大錢做冤大頭 可是現在越來越離譜了 有一個新聞我今天看了 我真的是百般的無奈 這個地方 柏六的總統震怒 他很生氣 他說台灣跟他有台博的旅遊泡泡 原本大家講好說要給他們多少班次 要帶來多少的觀光客 就遊客 這些都支票開出來了 可是怎麼沒有 他說這個總統說 華航11月完全都沒有航班 你在毒害我們的市場 總統震怒了 可是交通部的這個部長王國才說 11月帛流的航班 載客只有10多人 整整11月 遊客只有10多人 所以原本華航738一趟 可以載158人 全部給他塞到這一班好了 載客率也不到一成 所以一個遊客可以坐10個位置 百般的無奈 不是我們不願意開航班 就真的沒有遊客 這應該是市場決定 結果現在會人總統 會數人總統 柏劉總統生氣之後 結果華航12月 好我們來開個六個來回的航班 我現在覺得華航是不是鐵了心 反正就我就賠了 可是問題是你開了航班之後 會不會這個總統又生氣 你台灣怎麼遊客都不來 你政府都沒有在宣傳 我怕這個獅子的胃口會養不飽 另外一件事情立陶宛 大家有很多人很高興說 立陶宛這麼挺台灣 設立了駐立陶宛台灣的代表處 可是他一接牌的時候 所有人都震驚了 聽說連綠營都震驚了 這應該是台灣怎麼會變台灣溺死 所以前大使借文吉就告訴他 不對 台灣溺死 整個強度弱化了很多 而且萬一它形成一個規矩 以後其他的國家也比較辦理 反而是開了一個惡例 這外交上我們可能當了冤大頭 自己還很高興 楊敏怎麼看 首先這個去柏柳這件事情 從今年開放所謂的柏柳泡泡之後 我們就進入所謂三級警戒 本土的三級警戒 所以其實沒有 實際的效益其實很低 當然現在可能疫情稍微趨緩了 所以現在可能柏柳總統 也希望說能夠盡量鼓勵 台灣民眾能夠去柏柳 去旅遊也好 觀光也好 其實我最近看到一個網紅 他前陣子就拍了 他是法國的 在台灣定居的網紅 他跑去柏柳 然後拿了台灣的特產 去給他們的柏柳副總統喝 去吃 讓他去體驗什麼是台灣 還有像什麼臭豆腐 或什麼把噗這種冰淇淋之類的 所以我看一看 我也覺得這樣蠻有意思的 就台灣跟柏柳這樣交流 應該還不錯吧 結果沒想到 十一月居然是沒有頒刺的 那問題出來哪裡 那你要這個事情你要跟那個 我們打了高端疫苗 能夠去哪些國家 這個要搭在一起看 我們打了高端疫苗 兩劑之後可以去的 四個國家之一就是柏柳 所以我現在要呼籲 擁有愛國手臂的高端人民們 77萬個高端人民 踴躍支持 12月我們華航有六個 來回班次前往柏柳 而且柏柳泡泡是不需要隔離的 請到柏柳去觀光旅遊 可能至少要湊1000多人吧 對 支持一下台灣 158乘以6 沒錯 支持一下台灣 與柏柳的邦交 應該可以吧 70多萬的高端大軍 我有個主意 官交部應該辦一個抽獎 僅限打高端的人 然後每個抽到12月 免費去柏柳 不行 這錢是我們的錢 這我反對 這我反對 所以我在講就是說 今天當初柏柳泡泡這個東西 其實也是因為柏柳總統要求的 其實我們在外交上面 我們也是說既然這樣 人家願意開放 我們就來示範 可是沒想到很快我們就發現 我們自己自顧不暇 我們自己的疫情也爆發了 所以這個事情就稍微先耽擱了 但現在疫情好了 我覺得如果人民想要出國去走一走 真的也OK 我直接問大白話 其實你有沒有人告訴我 一個國家 我們這個柏柳的邦交國總統 這樣發飆 我們就要硬擠出生意給他 今天你就要看 我們對這個邦交國 有沒有那麼在乎 如果今天華航11月 都沒有安排班次 我認為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在乎 好吧 反正我們就是冤大頭 所以我只能呼籲高端人民 努力支持 好吧 70萬大軍高端人民 要聽到呼籲 還有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看到我們的央行總裁 楊金榮 他其實平常新聞不多 可是他這裡的話題不斷 包括大家整理出來 有關這個升息跟降息 他說現在要升息 所以他覺得這樣反而很容易 吸引這一些資金來台灣 對這個房地產 可能會炒房地產 可是有網友說 之前降息的時候 你也是說有一堆熱情 會來到這個房地產套利 到底是怎麼樣 降息 升息都會有熱錢會來 所以不管怎麼樣 熱錢都會來就對了 有一句話又剛好他顛倒 他自己先講說房價這種東西 物極必反 沒有任何一種東西會一直漲的 可是你的邏輯 就是管升息 降息 你都都是會漲 然後另外一個是 大家更有爭議的 他說他到40歲 才第一次買房子 所以你們那些再抱怨 買不到房子的人 其實看看我的經驗 沒關係 你現在買不起 不要急 你先用租的 可是蘋果日報 馬上告訴大家 笑話 因為現在租金 一年漲最多已經高達15%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買不起要靠租的 租金也貴得不得了 大家會開始覺得楊金龍 這個平常很少聽到 他的高見的人 結果是這麼的核不食肉米 對 所以以前 以前我們懷念這個央行總裁 叫做前總裁叫彭淮男 他一直被我們認為是神一樣的 結果現在這位 換了這位楊總裁之後 他常常講話是打自己的臉 他之前說物價上漲是暫時性的現象 不是通膨 結果你看我們 我光在這個節目 這一個月 每個禮拜都有這個 什麼東西漲了 那個東西漲了 維利泡麵漲11% 穿出來 還有Momo Palladar也要漲了 所以我也沒想到 因為我都沒有看他的那個 他公告貼小小的 我以為說就是按照以前的那個 他也不好意思太鮮明 沒有 他有提醒我 現在我們漲價了變成55塊這樣 我還趕快去拿 所以央行總裁 今天在很多議題上面 他其實今天講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告訴你 房價不管怎麼做都會漲 所以跟這個升息降息 根本沒有關係 他重要的告訴你的這個概念 就叫做房價都會漲 好 那升息降息 好 他講到這個 40歲他買房 你要知道 我算了一下 他40歲是1993年 1993年你知道 台北信義區的新建案 一坪多少錢 30萬 現在還買得到這個價格嗎 那你楊總裁 你拿40年前你買房的故事 你只是讓現在年輕人 更有剝削感 更有相對剝削 因為現在一坪一模一樣的房子 可能已經是八倍 十倍的價格 所以年輕人要怎麼辦 這就問我們的官員 最強的媳婦林郭文彥 商場上面的女強人 結果經傳她被連續騙了六次 而且每次都是自己本人 親自去匯款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拜託 拜託 好了